大家好 1月26日星期四 長假期之後的第一個工作天 今天每樣都紅盤 股票又升 金市又升 恭喜 今天看新聞的時候 見到 久違了的 袁國勇教授 港大微生學系的袁國勇教授 他已經很久很久沒有接受訪問 沒有公開評論疫情 大家記得以前由沙士年代開始 香港發生這些傳染病 有什麼 都是找袁國勇出來說的 他的曝光率絕對不少得 特首和主期時的衛生官員 但是自從 新政府上場之後 他就比較少 去評論疫情 我們看到的 多數是其他的專家說 袁國勇很少發聲 不過今天 久違了的袁國勇 終於再次出現在新聞版面 而且今天講了很多話 他最先接受 明報訪問 然後還上電台 又講流感 又講新官 也建議政府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總結整個 抗疫的過程 好像當年沙士 然後他又提出了一個 香港人比較少聽的名詞 叫做 後口罩浪 後口罩浪 他還說 叫大家真的要小心 這個後口罩浪 一撲過來的時候 可能我們醫療系統 未必能承受 說了很多事 很多抗疫措施 逐樣逐樣講 已經 很少看到他這樣 那 是不是 從這樣的角度 這些 就真的叫做 服上 或者如果從這個角度 都可以說 香港就真的 回來了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如果是 這次 局長 就有功勞了 為什麼說袁國勇 復出出來評論這個 關於疫情的新聞 和盧寵墓有關 是盧寵墓的功勞呢 這裏就要講一下 故事 放心 我盡量 長話短說 上個禮拜 在農曆新年假期前 政府宣佈 放寬 確診者的隔離令 直接取消 取消 確診者的隔離令 當時開記者會的 就是盧寵貿局長 政府解釋的理據 就是 因為香港 混合免疫 屏障已經很足夠 所以我們可以 取消隔離令 可以放寬很多的 抗疫措施 什麼叫做 混合 免疫屏障 即是我們打針的人夠多 我們確診的人夠多 兩樣加加起來 就很多很多 用李家超的說法 就是 打針和確診 相等於 香港已經有九成半人 打了三針 所以政府可以 取消隔離令 可以放寬抗疫措施 這個就是上個禮拜 去說的 但是 混合 免疫 屏障 社會裏面有這個 混合免疫屏障 是誰在香港社會 先說的呢 不是勞寵貌 而是 袁國勇 沒錯 袁國勇 在去年 7月 的時候 袁國勇 跟他港大的一個 同事 寫了一篇 鴻文 提出這個 混合免疫屏障 的概念 即是說 打針加上 社會確診的人 當時 袁國勇他們在文章上 提出一系列的建議 覺得說 香港因為那個 混合免疫屏障 都 都 幾高 所以 可以逐步逐步去放寬 抗疫措施 有哪些可以先去取消 然後哪些又逐步再取消 一步一步 不過 當時 記者拿著 袁國勇這些措施 走去問 新任局長 當時的新任局長 盧寵貌 盧寵貌怎麼回答呢 盧寵貌 這個所謂 混合免疫屏障 其實是一個 理論 對於當時袁國勇提出的 大大小小措施 他並沒有財立 一個都沒有財立 這個 大家找回 資料 看回舊報紙 完全清清楚楚 記載在 視察中 歷史已經寫在牆上 不過後來 當時 盧寵貌 一一踩在地上 並沒有採納建議 後來政府就逐步逐步去做 而且 而且 一樣一樣 似乎都吻合當日 袁國勇和同事 那個文章的一些評論 跟著一步一步去做 其實今天 袁國勇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都有重提舊事 他說自己 去年年中 已經提出那個 混合免疫 屏障 怎樣怎樣怎樣 言下之意 大家 心照不酸 不過 就 沒辦法 盧寵貌 這次 就完全 如果你說 兩個比拼 袁國勇和盧寵貌 就絕對 袁國勇 勝了一仗 始終一個是微生學的專家 一個是肝臟的權威 也是肝臟的權威 權威 但是 在 應付這個疫情 新冠疫情的傳染病 始終都是 本科當然有好處 這樣才為之專家 所以 這次 明顯 袁國勇 贏了盧寵貌 這次 袁國勇 九憂復出 重出江湖 再重提這件舊事 有沒有一些 小小示威的 感覺 就要問袁國勇才知道 但是 事實就是事實 這些事沒得咬 不過也這樣說 過去了的已經過去 勢去了的都以勢去 都追不回 最重要就是 向前看 前面又會怎樣 因為今天 袁國勇 都提出了 很多的建議 不知道這次 盧寵貿 又會怎樣回應 袁國勇 今天 提出了 一系列的建議 都有很多行 當中有些都很細緻 例如 第一行 他認為 他是贊成 解除口罩令 不過不是現在 他覺得最佳 去解除口罩令的時機 應該是 過了個冬天 流感高峰期之後 大概是3月4月 的時候 即是 春末下初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 夏天的時候 病菌 病毒的存活 是比較短 時間 所以是一個 較適當解除 口罩令的時間 這是他第一點建議 不過 接著他也馬上提出 當香港人 不用戴口罩的時候 就要準備 去迎戰 這個 後口罩浪 什麼叫做後口罩浪呢 袁國勇說 這方面情況 都是很嚴重的 所以 叫大家提高警惕 但他說的 其實不是 新官 反而是流感 袁國勇就說 因為過去幾年 香港人都戴著口罩 所以比較 就少幻想流感 但同一時間 也即是你沒有了那種免疫力 一旦 幾年過去 才去脫口罩 這樣 因為你沒有了免疫力 隨時 很多人 會染上 這個流感 當中 特別是擔心 這個 長者 其實 袁國勇就說 其實 這件事 他認為 是一個必經的痛苦 全世界 都會經歷 所以 不是說 怕了這個 喉口罩浪 就不去脫口罩 不是 相反 他覺得是 不過選起最佳時機 去脫口罩 然後迎接 這個喉口罩浪 整體之後 你會再有一個 所謂的免疫屏障 因為你 染過之後 然後又有免疫力 然後 才有足夠的免疫屏障 再去迎接 冬季的高峰 流感高峰 所以他覺得 是一個 這樣去的情況 但是 在這個過程中 他承認 相當痛苦 因為可以是超越了我們醫管局的 那個醫療的承受能力 就是 可能會引起 相當大的痛楚 所以他覺得 這裡 就要做好一個準備 這個就是他今天 提出的第2點的建議 喉口罩浪 以及怎樣去做好準備 跟著第3點 他就提出 始終在 這個新官 香港 就 折損了 不少的人命 現在粗略 都有一萬三千人 是死於 疫情的 期間 所以 袁國勇就認為 應該訪後當年 SARS 這次都要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檢討整個 過程 他覺得始終 在處理疫情 香港的地方 確實最初是做得不好 所以才會出現了 那麼多的人命折損 他覺得現在 是一個時候 去 做一個總結 然後 做出了好好的準備 隨時 准准迎接 迎戰 下一次再有疫情來襲的時候 希望香港 可以應對得更好 這也是他另一點的建議 這些建議 政府 會不會聽呢 聽哪些不聽哪些呢 這個就等 盧寵茅 和特首 李家超 就會 有什麼回應 第一重出來回應 理論上 都應該是盧寵茅 盧寵茅以往對 袁國勇的意見 反應 都相當 相當 一般 但經歷了一次又一次 的教訓 這次 作為 主管 醫療衛生政策的局長 是否應該可以放下自己以往一些 承見也好 偏見也好 顧有看法也好 然後真是 去審視一下 所謂專家的意見 去作出一些對香港最好的安排 我覺得這件事就要 留給局長 去想想 不過針對 袁國勇其中的建議 就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 總結整個疫情 看為什麼我們最初會 尤其是第五波的時候 處理得那麼不好 這裏 我就有些想法 本來一個發生了那麼大件事 成立調查委員會去做檢討 這些就是 政治ABC 也是應有之而 按道理 就 沒有什麼 不可能 按道理 是不應該不做的 這些 一般應該是他做的 不過今時今日 以現在特區政府的情況 我又不敢 寫包單說他一定會做 其中 也有一個想法 在上屆 政府 李家超未上台 林鄭未下台 還是林鄭月娥 做特首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人提出 說 第五波死了那麼多人 怎麼都應該做個檢討 整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出來 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有哪些做法 做得不好 下次一旦有同類情況 可以堵塞 這些漏洞 做得好一點 但是當時 林鄭的回應 是說 他不會去處理 不過他覺得 下屆政府 應該會去做 而且林鄭當時 還有一句 如果下屆政府 要做的時候 他絕對願意 去幫忙 一起 去 參與 這個調查 去做工也好 去怎樣 參與也好 有林鄭這番說話 在這裡的時候 我不知道會不會當李家超 去考慮是不是成立 獨立委員會 去做這個檢討的時候 就會多了從考慮 對李家超來說 你猜他會不會很願意 又聽到林鄭現在 出來 又說這樣又說那樣 去指指點點 我就覺得 很一般 不知道是不是會不會有這個 坦剔的時候 令到 李家超 對於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 多了從考慮 不過這些都是 我的分析 而且 也不應該 真的 這些情緒 我相信香港人 在這方面 比較明白李家超 但是這些情緒 又不應該去左右 究竟應該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件事 是不是 始終 應該做的事 好 今天在這裡的交流分享 聊到這裡 拜拜 拜拜